你看 这个时候就是 这个时候就是把后脑勺都剃成这个样子了 给我砸了两个辫子 然后然后给我 给我吃后面的头发 你看后面吃了多少区域 你们看一下 这么大一个区域 一圈一圈的打麻药 一圈一圈的打麻药 你知道打多少吗 天 太痛了 这个时候就是我在躺着休息室的时候 后面的发囊已经取了的时候 然后我中间不是休息中午吃午饭的时候吗 我趁着有时间拍了一下照 你看一下 就这一圈 前面又是一圈麻药这么打过来 你看那个时候我的发际线有多高 你们还说我发际线高 你们看看 你们看看 那个时候的发际线什么样子 M型的 你知道吗 然后这是那天直完发以后 我出了那个医院的门 坐在医院门口 妈呀 整个人都懵圈了 你知道吗 整个人都懵圈了 你看整个人都是傻的 坐在 坐在 坐在医院门口 坐在医院门口 整个人都傻了 然后头上戴着一个就是那种 发 这个头套 就是 那天晚上回去这个整个后脑勺就是这么包扎起来的 整个后脑勺都是这么包扎起来的 对 整个后脑勺都是这么包扎 然后你看这是那天晚上直完发以后 很明显的能看得到额头那已经开始肿了 对不对 你看很明显能看得到就已经开始肿了 你看那个时候发踩子还是能看到到一些发踩子是吧 这个就是那天刚刚直完以后的那个样子 发踩子 对 等一下后面才有猪头的样子 你看 那个时候 已经肿成猪头了 看到了吗 这额头上面把那个取了以后 已经是肿成猪头了 太诚实了 这有什么呀 这有什么能 对对吧 这个时候已经肿了 肿成猪头的样子了 这个时候你看这是我 这是我带了一个假 假刘海片 带了一个假刘海片 然后遮一下我的这个 但是这是为了拍照片 然后 就是拍照片 然后就是带了这个假刘海片 但是直播的时候没怎么带过 对 这是4月15号时候的样子 对 然后后来实在觉得 后来实在觉得 就是假刘海就不太好 这是什么时候 这是4月18号的时候 哇 4月18号的时候 我都已经开始 第一天 用真头发直播了 第一天用真头发直播了 对 4月18号 第一天就开始用 就都开始用真头发 开始直播了 对 看看 妈呀 对 4月18号的时候 妈呀 我也太大胆 然后这个是5月3号 5月3号 我都已经 我就又开始带假发了 5月3号 我都又开始带假发了 就为了穿这一套貂蝉的衣服 去漫展 就又开始戴假发了 我那个时候真的是超级无敌 担心的 我特别怕 我才直发没多久 我就又开始戴假发了 这个头发会不会掉 当时戴的时候 当时戴的时候没觉得什么 戴完假发以后 哇 觉得自己超漂亮 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婆娘 怎么这婆娘怎么这么漂亮 然后当时还开心了一批 结果那天晚上结束以后 取假发了以后 哇 就开始超级无敌担心了 你知道吗 就在想 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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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画了这么多前直的发 会不会就因为这一次戴假发 就把我头发又给我搞掉了 就又没有真头发了 发际线会不会又上移了 对 真的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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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意高胆大 真的是 就自己去剪了一个刘海 你看这个是我第一次剪刘海 你看 你们看那个时候 你们看那个时候 我的头发都还只有这么短 那个时候是5月3号 5月3号 照片上的日期是5月3号 5月3号 你看就一年时间 我的头发都已经到这儿了 还是算长得比较 还是算长得比较 就是快的了吧 对 这是第一次剪刘海 第一次剪刘海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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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